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变成了一个团体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来自草莓星球的人 草莓它的包容度更高 它有各种的音乐形式 不只是摇滚 也不只是乐队 各种音乐形式它都应该接受 我希望节目里出现的新乐队将来都把老乐队都干掉 我不需要多多谁的认可 我没认可我们自己就行 音乐方面我觉得我们是很有自信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管结果是好还是坏 我们来这里的目标是想哄 我们只有先吃饱饭才能继续我们的梦想 在这个节目上有的选手 别的节目上是没有的 它本身就是不同的 大家所摩擦和迸发出来的火花也是不一样的 这种比赛就是乐队一个展示自己音乐的机会 我能说牛太有吗 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把优秀的新选音乐人送到草门音乐节乃至更大的舞台上去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赛事过程中我们将逐个解锁三次公演舞台 本次比赛最终获胜的前三名音乐人将登上草门音乐节主舞台 并获得草门音乐节全年学院的机会 不是每一组新血音乐人都能登上草莓主舞台 各位新血音乐人 接下来开始草莓星球来的人第一阶段赛事 新血音乐人1位1挑战淘派赛 比赛之前将用我们面前的这个雪碧罐来释放 透心凉可释放和雪碧冲上舞台加速释放你的可 安可团逐一抽取两个雪碧罐 抽到的两位就是挑战者比赛的对手 胜者晋级败者淘汰 刺激了 好玩 不要行 就把白纸扇跟弯线先闭着呗 都怕陆老师 都怕陆老师 任何一个比赛都可能遇到 如果你害怕 那你来这个比赛干嘛呢 如果说大家都想玩到最后 肯定不想选这种流量最高的是吧 我们就选他呗 亚东老师直接进行抽选 再抽一个 千万别是胡椒春 怎么感觉就是我感觉 威尔对着拉驰 可惜呀 海皮威尔和威尔没有提出 好了 每个组压力都很大 对 试一对战海皮威尔 好 试一对战海皮威尔 试一对战海皮威尔 怎么还坐一起了 完了呀 还坐一起了 天啊 好紧张啊 来盖哥 来你抽 热浪乐队对战力士乐队 这两个怎么 这活性装地球 好 这组有得看 这组有得看 好 好 我们的对战都已经确认 天台比赛的时候 再见 好紧了 这是繁忙的 繁忙的一天 我要睡觉 别打扰 星期一和星期二 我给了谁 星期三和星期四 我给了谁 星期五和星期六 我给了谁 天几天 给了谁 本节目由 透心凉可释放的雪碧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听着爽开着更爽的极力新月S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场地合作伙伴 周海长龙旅游度假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来到草莓星球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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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兄弟 你长得好像我的兄弟 然后他 兄弟 你长得好像我的兄弟 你还挺有哲学的 我感觉 我们都很想干热浪 都很想干热浪 不是针对热浪 我只是针对他个人 你这样叫摇滚热浪 大家好 欢迎来到草莓星球来的人 我是草莓星球安可团的MC 值得值得 我们24组新军音乐人 已经极箭完毕 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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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 非常开心 今天非常开心 大家都到齐了 首先 我先介绍一下在场的各位朋友 首先是我们的安可团 张亚东老师 有盖哥 有肖敬腾 有张碧晨 还有我 还有我 然后 以及我们草莓星球的心血音乐人 然后以及我们最最重要的100位草莓星人 好 特别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然后很开心很开心能加入这个安可团跟大家一起来 就在这个五个安可团里面有一个名字特别突兀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要请盖呢 对不对 就是盖跟我壮行了嘛 对吧 因为我们都是rapper 那其实我来这个节目 其实也 也比较奇怪 对吧 因为其实台下的安可团都是特别专业的音乐人 就有很多人问我 说 除了也不是搞音乐的 你为什么来这个节目 很多人说 到底会不会 为什么天天还评价别人 那么今天我就想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我就告诉你们我到底会不会 对啊 我不会 一点都不会 也特别狠 不会也特别狠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疑惑 为什么请我 你听好 我的价格别人嘉宾请不到 菠萝油 大背头 跪剑筹 一声吼 没准错 上一句的歌词是我在乎走 一句没听懂 恶火就幽默了 这是我们本季节目 最精彩的一个起上演出 就这种演出还有人捧场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真的是 真的是给钱了 谢谢 其实我那个就是 就是瞎胡闹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 我们的这些心血音乐人 给大家带来一些真正的 比较好看的现场 好不好 好 在开始比赛之前 我要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 虽然我们是一个 比较自由的音乐派对 但同时也是一个竞赛 有竞赛就有奖励 下面我们宣布一下 我们这个比赛的奖励 赛事过程中 我们将逐个解锁 Young Blood 心血舞台 爱舞台和草莓主舞台 每次获得共演资格的选手 都将获得草莓音乐节的 演出资源包 本次比赛最终获胜的 但是每一票 但是每一票 对所有心血人都至关重要 他们都在为他们的舞台所努力 他们的去留由我们大家所决定 所以大家感觉到 非常喜欢他们的音乐 很开心的时候 可以随时安可释放我们的热情 大家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宣布草莓星球 2021心血计划正式开启 大家请大家加油 好 接下来 有请第一组进行表演的选手 Summer Vapor 夏智梦 VS 和平饭店 首先有请夏智梦上台表演 好的 我跟他同款发型 他这个主唱 它是清华的 清华的 学哲学的 很厉害 研究一下 好厉害 大家好 我们是夏智梦乐队 我是乐队贝斯手于京生 我是主唱Lisi 鼓手高帅帅 我认为我们是独立摇滚 金炮 梦幻流行 我们是一支年轻的 有活力的 做自己音乐的乐队 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声音 就是当乐队开始表演那一刻 我觉得我们是有自己的那个属性 能让观众 get it out 我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说的话 我希望给观众带来一种 就是沉浸式的这种体验 有一种故事性 对 可能不太适合现场 但是现场其实有很多种 你戴上耳机 戴上MP3 也是一个现场 对 你一个人就是一个现场 我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想代言雪碧 5 3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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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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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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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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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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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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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 6 7 7 7 8 9 7 7 9 9 9 6 7 9 7 7 9 9 9 我安可你们了 可是 可是这个过程很纠结 是什么时候决定我安可你们 其实是在最后唱完歌之后 你们背靠背的时候 有一种很温暖的力量感动我 所以我把这个安可给你们 谢谢 因为一个动作安可 对对对 你才有这个互动性 我没有给安可 我能感觉到一种感情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没有传达给我 就是没有很直观的传达给我 所以没有安可对 谢谢 我是安可了你们 对对对对 因为我没想那么多 反正你们的歌给我一种 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会听 我绝对会听这样的歌 会让我在下班之后我会很轻松 而且就是副歌的旋律我非常喜欢 让人的感觉就是本来有点那种薄荷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对吧 就是薄荷堂的感觉让我很轻松 对对我非常喜欢 好 带眼区的选手有想有什么想法想说的吗 你好 其实主唱弹吉他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多交流 然后我特别喜欢主唱的眉梦 你这 你这 因为特别有那种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 喜欢的好具体 人都是复杂的 首先那个我和小黎算是朋友 然后 算是朋友就是不是 是 然后刚才我和他在下面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一个书 那本书叫西达多 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万物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 万物只存在本质与当前 然后我就一直在和他聊 这节目变味了我感觉 虽然我说的和节目没有一点点关系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 没有没有关系 其实我想侧面表达一下 他的学识很充实 我不太会说话 没有表达到 不好意思 能感受到 能感受 就就这些 说的是啥意思 说的那么多 没听明白 海平尔 刚才一说哲学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海平尔两个人的头 他们是这样的 不听哲学 麻了 那接下来 Summer Rapper获得多少票呢 非常的好奇 让我们接下321 请出票 还是抱紧的鼻子 抱紧的鼻子 我猜65票 54 87 6 5 是吗 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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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有60票是靠厉害的 60就不低了 恭喜Summer Rapper获得了69票的安哥 请你们暂时到等候区观战 让我们有请和平饭店上场准备 大家好 我们是和平饭店 乐队 和平饭店 一个哥们长得特别有味 你这讲话好尴尬 好 大家坐一个坐鱼上 我是和平饭店的主唱大流 我是吉他手小万 我是贝斯手李健 我是鼓手Hoff 和平晚上好 和平饭店是因为一部我们都很喜欢的电影 描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 就是里面可以接纳各式各样的人 他这个理念和我们想做音乐的理念很像 谢谢各位 我 我一直把就是乐队成员 就是乐队生活比喻成 婚姻 我把它模拟成我妻子的三种不同的人格 就是小万属于那种就是 很任性很自我 但是特别可爱那种 House就是属于那种 哎很傲娇很端着 就是很高冷 那种状态 就是 还是很过瘾 我们希望走到第几 就是 如果 如果可以 最好是第一名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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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爱了 马上场了 来 喝过雪碧加个油吧 哎 爽 爽 表示支持啊 站过去 对 表达支持 站过去 然后他们也要没有站过去表示支持 站过去 好 工作人员请回避 我们即将开始 今天晚上的 得比之战 5 2 7 6 5 4 3 2 1 Wahl 4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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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1 2 2 1 2 2 你说你爱过 说了很多 说不再回头 我不识不懂 不如放手 离开别走朋友 你要走就走 别再回头 别再来哄我 我也不念旧 也很长修 没你也很好过 礼物全都丢了 礼物全都丢了 记忆也都丢了 记忆也都丢了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礼物全都丢了 礼物全都丢了 把自己也丢了 把自己也丢了 你不爱我 就恢复你们 你说你爱过 说了很多 说不再回头 我不是不懂 不如放手 离开别做朋友 你要走就走 别再回头 别再来哄我 我也不念旧 也很抢手 陪你也很好过 礼物全都丢了 企业都丢了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礼物全都丢了 把自己也丢了 大声音好不好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礼物全都丢了 企业都丢了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礼物全都丢了 把自己也丢了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我去连你 你与你不爱你 你让我来吧 好 好 因为五条人当时 早期的结果那位 对 他们很像五条人 很 很暧昧 感谢和平饭店精彩的演出 接下来来到台中央 请接受大家对你的安可 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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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洗脑 对 全都丢了 好伤头 别唱了 别唱了 你不爱我 我就爱别人 他比夏之梦的演出也好 对 有自己的那个状态 对 五 三 三 你感觉挺有意思的 对 请锁票 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 和平西风 这么给面子 都啥 和平饭店 生意新楼 我的天哪 这不一百票吗 你们演完用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你们 我比较好奇各位老师对我们有没有安可 尤其是 盖老师 你我安可你们没有你想知道吗 嗯 我没有 好听 但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就是 你们也是来自摩登的 然后 刚才那一对也是来自摩登的 然后你们觉得谁会进到下一轮 我们那个频道一组的时候我们私下已经讨论过了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是摩登的兄弟然后输给谁都不丢人 我是给你们安可 真的 我一直把自己打回 跟现场所有听众的角度一样 而且我刀了那一句 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就唱了 所以我觉得值得安可的 嗯真的很喜欢 谢谢佳于能老师 我觉得反正他们两个对我都 我觉得就都差不多都是很喜欢的类型了 嗯 但是如果只是说歌词的话 如果他不爱你你就爱别人 那如果每个人这么想世界都peace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 哦 都是他不爱你 你你没办法拜他对 所以我更加认同 呃 Summer Viper的他的观点 对 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就没有投你们安可票 我现在觉得两个都差不多 我有安可你们 但我其实也很纠结 因为我本人会比较 对一直有一个旋律在后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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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会很洗脑 他唱的是猪八戒的高老婆的音乐 但是呢 这个吉他手他开始唱 他每次唱他那句旋律的时候 到最高的音他都跑掉 他都跑掉 就特别影响我听 然后他这个词写的 你不爱我我就爱别人 我想说你吓唬谁呢 后来我想 后来我想 他吓唬他自己呢 他都跑掉了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让我挺难受 然后也挺对 然后所以我就 我就投了 对 对啊 你不爱我叫他别人吗 那行吧 那行吧 那我就安可一下 那我们这个乐团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说想法 那个 我特别想说一点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我感觉像 像两位巨星在台上同台演出 一位是周杰伦 一位是李荣浩 然后也确实啊 我觉得整个音乐的话 确实跟摇滚乐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作为一首简单的歌的话 还是挺不错的 嗯 我说很想这么说 因为以前说过 他们就是他们吃几个口 喂喂 喂喂 哈哈哈哈 呃是这么个情况就是 什么个情况你说你说说 我们乐队跟和平饭店乐队从来就不认识 但是来了之后 也不想认识 哈哈哈哈 来了之后在那个员工时常吃饭 我就发现这个大刘长得跟我兄弟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去问他 我说哎 兄弟你你长得好像我的兄弟 然后他 兄弟你长得好像我们兄弟 哈哈哈 你还挺哲学的 我感觉你还挺 然后 我们互相了解一下之后发现 太像了 就是都是没有正经工作 然后 哈哈哈 那确实是兄弟 哈哈哈 就发现特别聊得来 所以说 支持我的兄弟 好 谢谢就是 其实我们这次 来这里确实有这个 这个目的啊 就是我的目的是攒一点那个彩礼钱 准备 哦 啊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多挣点钱 然后把欠我的钱还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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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就是 如果 如果 我们还能留在这的话 我 会让大家在下一次见到一个 不一样的和平饭店 一定会 好 本轮和平饭店已经演出完成 请Summer Vapor回到舞台 继续等候最后的结果 好 那我们和平饭店到最后获得了多少票呢 3 2 1 请出票 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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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和平饭店到最后获得了多少票呢 多平饭店得了72票 恭喜你们入住草莓之城送上通关方金 也感谢Summer Vapor带来的演出 谢谢 这票都不低啊 Summer Vapor肯定比这个差 加油兄弟 其实这两 两只月份 两只月份 都很棒 我觉得都很棒 而且很像 他们这种音乐风格呢 我听过我就忘了 我觉得他们没有记忆点 他们的音乐 讲实话 还蛮普及的 但是什么东西打得动 就是他那句话 你不爱我就去爱别人 没想到我竟然跟着唱 当下我就觉得OK 我唱 我跟着唱 那就对了 有点不开心 可能因为我们选取的原因 然后被贴上了一些标签 就是他可能 不能说代表我们 包括现场所有的乐队 他们的第一首歌 可能都代表不了他们 也没关系 很正常 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听 很正常 我们都能够理解 就是我们 不怕现场任何一只乐 下一场比赛见了 往后看了 恭喜多平饭店入住草莓之城 接下来要进行比赛的是提香和医师乐队 有请提香 先上台准备 加油 加油 小浦 小浦我为你们打嗑 好 待会我到你面前跳 好 好 提香主唱之前玩过的乐队叫小熊饼干 他读书的时候我看过他的演出 童年偶像 那个以前的小熊饼干的那个主唱 阿里普 对阿里普 以前上学的时候听他们那个歌 然后 也是一个我们的回忆 因为以前玩乐队的应该都会翻他们的一首歌 明天时候我不 反正我们翻过 SILENCE 就是一首歌 提香 叫阿里普 我 太喜欢这个人了 我觉得他们特别荷尔蒙 对特别荷尔蒙 对提香 哎呀 这有多打呀 我现在很想上去 对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备彩结束 其实在提香之前 我还有乐队叫小熊饼干呢 这乐队是我高中的时候同班同学一起组建的 大家好 我们是小熊饼干乐队 我是主唱阿里普 那段时间 我们算是第一代网红乐队吧 小火了一阵子 但是后面因为大家都要工作 还有生活的一些原因 就不得不解散了 就之前有个节目也在找乐队 然后我有听说粉丝投票 说最希望看到重组乐队里面 也排第二就是小熊饼干 但是我们其实是拒绝去再去重组 因为大家除了我以外 大家都没有在做音乐 所以对小熊饼干是这样一个 已经过去的一个音乐的阶段吧 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提香 我是主唱阿里普 我说我说 我说 啊 AKA 嗯 嗯 programmer 播放 播放工程的人 what is that again what is that again 播放工程的人 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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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名字其实是我在跟他们遇到之前 就已经想好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就想到未来如果有一支乐队 我想要叫提香 但是提香在他们意大利语里面 是一个特别的 old school 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的比较 建国国强之类的这种名字 然后现在有这样机会可以跟 两个外国人一起做音乐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的挺兴奋的 有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磨合了后就出来了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 有了新的伙伴 我们又继续在做跟以前不一样的音乐 对我来说在音乐上是一个重生 我找到了一个新的伙伴 新的音乐的方向 而且我确定他可以 所以我想用这首歌去表达 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变化和成长 看他这一出声就感觉有点有点那味了 想看看这两个 这个提香到底怎么样 你觉得提香和一师 提香吗 谢谢 这个提香是真的长得帅 真的 这个阳气啊 什么都不用干干 5 3 3 2 1 3 3 4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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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